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罗罗北美 我是高亮 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台 保时捷抬抗下面的第一台GTS 同时也是保时捷旗下第一台 续航超过了500公里的电动车 这个就是2022年的 保时捷抬抗GTS Sports Turismo 那这台车呢 是在刚刚的洛杉矶车展上发布的 同时发布的有这个列装版本 也有普通的那个Satan的四门版本 这个GTS的定位呢 在抬抗的旗下 它是要低于Turbo的 但是要高于普通的4S的 所以说它的最大马力呢 来到了590匹 为了彰显它的运动呢 车身啊除了车漆之外的颜色 全部都已经变成了黑色了 例如说它的车头 包括它这个四眼激光大灯 里面也已经给你熏黑了 整个车头的前唇呢 也是黑色的 来到车侧呢 你可以看到啊 它的色群上有一个GTS的名牌 同时呢 这台车它也使用了跟Tikon Turbo同样的 98.4千瓦时的电池 在左边呢 是它的慢冲口 右边呢 是它的快冲口 在理想状态下啊 它可以只需要22.5分钟的时候 就可以把电量呢 从5%冲到80% 同时呢 它的标配啊 是一个20寸的轮圈 与之搭配的呢 是前六后四的卡钱 并且已经被喷成了红色 你并且还可以给它去选配那个更高级的 保时捷的乌涂层刹车 或者是陶瓷复合刹车 那来到车尾呢 还有GTS另外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特征啊 就是它的这片尾翼是跟车身同色的 然后它的尾灯呢 也已经选成了黑色的 并且呢 也是有一个黑色的名牌 在底下扩散器的这一块呢 也是采用了一个很夸张的造型 并且把它喷成了亮黑色 这些呢都是GTS区别于普通抬抗的一些特征 相较于Panamara呢 它的前面并没有那个发动机 所以说它的车头可以做的更低 再加上整个列装的造型 真的是太漂亮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做到车内了啊 其实做完车内之后 它整个的布局跟其他的抬抗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呢 毕竟是一个强调运动 强调性能的车款 所以它在车内啊 使用了大量的这种类似于Altcantara的一个材质 但是保时捷的这一款呢 叫Reastax 但其实啊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来自于不同的公司 然后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车内有很多红色的缝线 包括这个红色的安全带 以及座椅上的这个GTS的刺绣 还有像你打开门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有一个GTS的名牌 处处都彰显了它的这种运动的感觉啊 然后它的这个座椅呢 并不是舒适取向啊 如果你是对于 呃 座椅的舒适性要求很挑剔的 我觉得反倒是它的那个真皮座椅会感觉更软一些 但是它的这个18项电动可调的座椅呢 在真正的像我们刚才来的这个山路啊 以及刚才我们这个赛道驾驶的时候 它整体的支撑性包裹性 那就真的是太棒太完美了 另外啊在GTS上现在有一个保时捷第一次使用了一个特殊的可变天窗 它在上面呢分了九段 这九段你都可以分别去调四个预设的透明程度 呃透明啊 然后40%啊 60%啊 然后整个是哑光啊 如果你锁车的时候 它会自动变成哑光 然后等你下一次再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默认为你上一次离开车的时候设置的那个通光的情况 就这个啊 也会将来配备到其他保时捷的其他车型当中 那空间方面呢 跟其他的抬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后备箱的尺寸也是蛮大的 并且如果那边还放不下的话 你还可以把后排的座椅进行一个四六的放倒 同时你还会有一个前备箱 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体验一下 这台GTS开起来到底有没有乐趣 OK那现在我们就一路开过来啊 来到了山道 其实刚才我们在城市里面呢 时候一直使用是它的这个Runge模式 就是它最最最省电的一个模式 然后在这个模式之下呢 它整个的这个气动悬挂的吸震真的是特别好 因为你们知道吗 路安基的路是特别特别的烂 所以我们这一路过来啊 尽管说它的座椅不是那种特别舒适取向的座椅 我们感觉整个的体感 不管从静密性也好 还是整个的行驶的质感 都是特别特别到位的 然后来到山道之后呢 我并没有急于的去把它切换成运动模式 而是仍然保持在它这个最省电的模式啊 就是它这个叫续航Runge模式的情况下 整个开起来的体感啊 就是加速呢 可能说稍微没有那么的跟脚 但是车身挺斜的意志非常的好 那现在呢我们把它就直接放到它的运动加模式啊 你一旦切换到这个模式之后啊 它的就会出来一个TICON GTS自己独有的声音 听到吗 同时呢这个车仍然跟其他TICON一样 它也是有两个档的 如果你把它放到了普通模式下呢 它会默认为是在二档 除非你在非常需要动力的时候 身材油门它才会降到一档 但是这个降档的动作呢 是特别的突兀的 应该是很很铿锵的一个降档 因为它的一档跟二档 两个档位的持比相差巨大 一个是16比1 一个是8点几比1 然后如果你把它放到 像现在这个运动跟运动加模式下 它会默认为是一档 除非速度超过了八九十之后 它才会上到二档 但是不管是在哪个档位 只要是在一个对的使用情况下 它的整个这个电门的感受 都非常非常的跟脚 这一点是我在之前 任何一台电动车上都找不到的感觉 并且保时捷它的功力在哪 在于它的一个弯道上的调教 那么这台车呢 现在啊 它的整个悬挂系统 也是根据GTS来单独调教的 前面跟后面两个电机呢 前面这个电机是4S上的那个电机 后面这个电机 就是Turbo S上的那个电机 所以说这台车啊 在超增压的模式下 可以来到五百九十匹 它的扭力呢 跟Turbo S是一模一样的 那在这样一个非常甜蜜的区间啊 我觉得这台车 它找到了一种平衡 就是在你平时日常驾驶的时候 你能找到一个很舒服的姿势 同时你又不需要花那么贵的钱 去体验保时捷的那个Turbo Turbo S带给你那种加速啊 很恐怖的加速那种感觉 那这台车呢 它的0到100加速时间呢 是3.7秒 0到60英里的加速时间呢 是3.5秒 四分之英里的加速时间呢 是11秒出头 这都是在纯原厂的状态下 那来到半道里呢 像我们现在这个山道上啊 我想它调到了一个运动加模式之后 整个车身对于倾斜的一准真的是完美 虽然说它达不到GT3那么过分啊 但是作为一台GTS 我觉得它的这个底盘调调真的是相当有功力 并且它现在呢 四轮驱动也使用上了保时捷自己的那一套扭力控制系统 这些都是作为标配的啊 如果你是更激进的选手 你不仅可以选择它更好的刹车 同时你还可以选择它的那个后轮转向 今天啊 除了刚才的山道驾驶 我们还有机会在ViloSpring体验一下 这台TICON TURPO GTS的性能啊 现在我们已经换了车了 换了它的这个四门sadun的版本了 这个车呢 现在就已经选装了它的这个探陶刹车了 并且有一个更加夸张 更加大的卡钱啊 整个刹车的表现是极其有信心的 整个的支撑非常的好 非常的贴地 因为这个感觉跟你之前开那些燃油车还不太一样 因为燃油车 尤其是保护捷的重心还是在后面 那像这台车呢 因为它的重心非常低 尽管说这台车也很重 但是呢 它整个在弯道里的车身的姿态是非常优雅的 即使你很聪明的忽然一把给到 把它丢到弯里之后 它整个对于车身的倾斜一直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的重心整个都会更加的低 尽管说它没有像TURBO TURBO S那么深不可测的动力 但是我觉得这台GTS真的是在家用跟赛道里面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如果你说你想去赛道流去体验一下的话 你就把它的这个后轮转向还有它的这个大碳刀刹车都给它选上 如果你要是平时就为了帅的话 你就保留它最基本的那个配置就OK了 在之前的台抗呢 把它调到这种省油模式的时候 它会断掉后轴的动力 那么现在呢 在技术提供之后啊 它在长续航模式下 不会完全的断掉后轴动力的同时 它把它的续航也做到了比原先更加的强 而且保时捷的这一套续航的算法啊 是业界公认的 它基本上告诉你还有多少的时候 它就真的能开到多少 而不是一个特别虚假的一个续航的里程 那今天呢 我们又特别有幸的体验到了这款GTS 我自己真的是觉得这个GTS 是在运动跟它的入门之间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既可以玩 然后你如果只是需要带步的话 它整个的颜值又真的是太漂亮 太漂亮了 我认为它比Turbo都要好看太多了 那这台车呢 应该很快以后就在国内上市了 有机会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去4.0 来真正的好好看一看这台车 那好吧 这些罗北美呢 到时候结束了 我是高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